上一期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记得小野刚 也就是钢田武史的助手的一句话 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只有中国球员内心强大了中国足球 才有可能真正的崛起 而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 提醒大家听一听 钢田武史他对自己的评价 他说我并不是对球员球队不满意 我对自己感到失望 已经当上了爷爷的钢田武史 在面对足球的时候依然是一丝不苟 恐怕仅就这一点 就足够我们很多足处人学一辈子了 骚扎的环境中 钢田武史在看这一本书 现在日本的畅销署 书名叫做2022年 从今往后的十年 成为活跃的人的条件 钢田武史希望活跃到2022年 我已经正在跟出的 我们的缘弹 我有一些人的缘役 與营业来 我已经十分働着了 我最后的工作 不得过 所以可能明天我找到我的道路 所以可能明天我找到我的道路 几乎从来不在比赛前露面的钢铁舞时 在球队排名垫底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登场了 在赛前他还满足了巴黎一个小小的愿 我早上天跟他说 每天我一个朋友在这 我等了好长时间 能不能让我出去跟他吃个饭去 我刚开始我会觉得应该是不会答应我 他说行 把我交过来 然后给我说明天什么什么安排 你可以走了 早点回来说好 蔡先生应该是比较紧张那种 但是他对我们很信任感觉 觉得他就觉得职业球员应该懂得 做什么不做什么什么的 但是在首发名单当中 钢铁舞时没有让任何一名 出生于1993年之后的球员登场 比赛开始后不久 昂州9号绿城队进球了 法布雷西奥将比分扩大为1比0 对于急需获胜的球队来说 钢铁舞时对进球的反应 有些过于冷淡 和广州恒大的比赛 可以看到杭州绿城队的防守区域 一直压到了对手的禁区前 随时都有贴身的逼抢 这是钢铁舞时所要求的压迫式防守 但是和山东鲁能的比赛当中 防守的方式却改变了 即使对方已经进攻到了中场 杭州9号绿城队的防线 还在向后移 直到本方的三分之一处 才开始进行防守 我们需要有空间 在反应的队面 所以我们做了 其实我们做了一个防守队 像这里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小的 小的特性改变 但我们一直在同一方 以我们的概念 和风格的风格 理念和风格没有改变 但是战术对于球员的要求降低了 通过防守反击 马佐拉再进一球 杭州9号旅程队在下半场以2比1领先 要求倒地的球员迅速投入比赛 要求球员进攻 这是钢铁巫使此前所有比赛的风格 但随着比赛时间的临近 突然开始要求对方 依靠着最后时刻的防守 球队赢球了 连续五场比赛不胜之后的胜利 钢铁巫使的表情看起来并不开心 仍然是一个人 第一个赶回休息室 第三个赶回动 背叩 阿菊 把我 cancer 浓春 那么 虽然 怎么 好 牙 这样的表情看起来 并不像是比赛胜利 我看过了 我比赛了 我最初我胜了 最初我超过的 我一个人的意志 我认为贺点要重新重新的 我认为赛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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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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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作為日本橫濱水手隊的主教練 連續奪得了三個階段 日本G聯賽的冠軍 鋼田武士在當時 創造了史無前例的成績 但是就在2004年 鋼田武士的球隊 在風格和理念上受到了挑戰 認為無法完全貫徹自己理念的鋼田武士 在奪得冠軍之後仍然不開心 他缺席了隨後的頒獎 我沒看他累了什麼 但是打完山東比賽以後 打山東比賽我們簡單做了聊聊 聊到11點半以後 所以今天該早點睡覺 累了 第一次在踢走 在日本族邪 有一位非常了解鋼田武士的人 他就是川原三郎 他人有了解鋼田武士的 作家だけの話はもちろんないわけよ もうそれこそ 真羅万象というと言い過ぎだけど いろんな人間に関わる そういう なんていうのか 説得力 そういうものを 知識を自分の見識として 話せる人物なんだよね だからそういう難しい問題が あって困ったなという ふうなことには多分ならない だから今ある状況 育ってきた選手の状況を 十分理解した上で この選手を変えるために どう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 順々と選手に 説得する そういうことを理解させる そういう能力は 日本で他に見当たらないぐらい 能力が高い この体幹さんは 今後チーム全員ではやりません 各自でやってもらいたい それから体幹トレーニングのDVDを 全員に配ります 还有我们教練図に 将更多的主動拳 交換给隊員 在这一点上 更天无事 仍然没有放弃 同時 跟球隊安排 更有趣的訓練 大半塊球場 雲集了三十多名球員 任何一方都可能是隊友 任何一方 也可能是敵人 合臣 合臣 あ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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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 合臣 あ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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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ああああ あ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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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 worries 姉立 それと共にサッカーをする喜びにあふれていないまだ 她們是24時間在這裡住在這裡 她們的生活中有分別的區別 她們在這裡有分別的地方 她們的喜好 她們是有大大的夢想 將來是歐洲的一位 或是中國代表的一位 或是國際上的一位 她們的夢想 她們是非常滿足的 他就是頒高的地方 他就是那些可能性 但是他就是那些可能性 好了对 我们输了一块 太猛了 我赶紧深刻的 体能教练 导寸方虫 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上九点半开始 受伤以后的恢复的影响 受伤以后的恢复的影响 这个内容是暴动不断的 评论的内容 评论的内容是一样的 文章的文章的问题 随时的内容是这样 不然高通我现在开始 中国话学比较难 几乎训练完了吃饭饭回来 基本就做了12点一天左右 每天左右 每天的工作任务 是带所有受伤的球员进行恢复性训练 了解每名球员的每项数据 来到杭州之后 岛村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训练结束之后 钢田武士第一次召集了所有的年轻球员 带着他们统一加练 钢田武士也正在调整自己的方式 但在场地的另一边 主力球员已经在主动加练点球了 前方镇 吐参加练点球员 在家属中 在那个军 esempio中 参加速度 前方镇 下方镇 让他走 首发名单当中出现了19岁的冯刚 妥协之后 刚填舞时再一次向着理想迈进 而这一次冯刚进球了 下半场比赛 杜威进球 最终 杭州九号绿城队以2比1战胜辽宁红运 刚填舞时取得了两连胜 两连胜辰 最终的冯总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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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空旷的走廊里 也没有发现摄像机的存在 比赛结束后 一位摄像师拍下了这张图片 一位摄像师拍下了这张图片 一位摄像师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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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仅对胜利满足 最远也在肯定的 从五轮不胜到四连胜 从排名垫底到排名第五 从理想到现实 到妥协再到理想 钢田无事经历着 在中国的反复和循环 他在中国的生涯 才刚刚开始 在中国的反复和循环